杜少哲 29岁 天津人 高中学历 大家好 我叫杜少哲 河北邯南人 现在住在天津 高中二年级 辍学以后干了很多工作 然后08年喜欢上咖啡 到现在一发不可收拾 自己经营过两个咖啡馆都倒闭了 然后现在还想做咖啡 所以来菲尼莫属 想找一个关于咖啡 最好是咖啡师的工作 谢谢 是什么让你生气了呢 不是生气 就是你上来表现得特别不高兴 没不高兴 没事吧 没事 特别像遭受到什么人生重大的挫折和打击 没有 没事吧 没事 咱家还挺好的吧 挺好的 都挺好 刚才说到高中辍学是什么意思 我感觉我不太适合中国教育制度 你现在可以冷静分析了 你哪不适合中国教育制度 比如说他教的东西我以后用不上 而且老师你该管的事不管 不该管的事 瞎管 比如说 比如说我长头我怎么了 我穿这个我怎么了 非常穿校服 为什么这个老师能随便穿衣服 学生不能呢 别瞎喊 你们好好好瞎喊什么呀 咱也不至于决绝的就退学不上了呀 我到现在感觉我退学以后 到现在做的最正确决定就是退学 不管当初怎么做的决定 都已经过去了 咱们现在就得面对未来 对不对 从高中不上了之后干过些什么 卖过衣服 自己开过店 什么店 服装店也卖首饰 后来倒闭了 为什么倒闭了 闹非典 闹非典倒闭了 你上一份工作是什么 自己干咖啡馆倒闭了 自己干咖啡馆又倒闭了 对 怎么又倒闭了 选址不对 你选址之前考察过吗 考察过 那为什么还不能 没考察清楚 那这次找工作 你还是要找和咖啡有关的工作 你对咖啡怎么那么有感情 就跟您对主持有感情一样 不一样 我是把这个事啊 彻彻底底当作这是我唯一会干的事 其他我什么都不会干 我除了咖啡 别的也不会干 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咖啡室的工作 因为我喜欢这个咖啡 别的我也不会做 你也不打算找别的工作 不打算 就今天来找工作 那就只有是冲着咖啡之一来的呗 差不多 我们也有咖啡师 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要他 你真的假的 你们单位要个咖啡师 他们有点心 我们有点心 确实需要咖啡师 王刚 我特别喜欢你 你要的是一个会做咖啡的酒吧员 不是一个咖啡师 我特别喜欢你 王刚 就是从第一个求职者那块 你埋下来的一个包袱 叫点心 最后一个求职者来的时候 你才把这个包袱抖出来 你真有耐心啊 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我有一个问题啊 比方说我有一个非常高端的会说 我也不靠卖咖啡来赚钱 我们纯粹是 给高端的客户的会员服务的一种 我有红酒吧 有咖啡吧 这样的工作你接受不接受 非常纯粹 高端会所 看工资 看工资好 我们就更实事求是 多少钱的工资你就接受 高端会所 五千 在外地 在杭州 杭州的消费水平我还不知道 高 很高 比较高 我们的房子卖 卖那个一千万一套 你在这个会所里面的 就最底价一千万一套 你看过这样的老板吗 觉得你开少了 来使劲 我说工资多少 你说五千 他说我们的房子卖一千万一套 开玩笑 你才开五千 使劲 那就一个 好 谢谢 谢谢 但是我刚才说的是什么玩笑 你是个玩笑 对 它是高端会所 让你在这提供咖啡 专业的做咖啡 我自身值多少钱 我自己心里清楚 你给自己的定位值多少钱 五千 就是五千 对 多了不要 多了当然最好了 对呀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有可能多 你看你有轴吧 有可能多 咱就多 这是咱俩的悄悄话 就当他们听不见 他们都是老板 很精的 长毛比猴都精 他一个高端会所 提升品位 所以不仅仅是做咖啡 明白为什么要一万了吧 别开玩笑 知道了吧 知道了吧 我俩的私房话 这样 十二位 能提供这份工作的留下来 不能提供这样的工作的 趁早离开 选择 四位留了下来 我刚想问姚进波 姚进波 你留下来想干啥 结果 犹豫了那么半天 把灯给灭了 为什么 我们提供的咖啡是速溶咖啡 不要拿速溶咖啡来侮辱专业人士 四位 四位留了下来 暴风影音 昆仑志业 咖啡之意 速把酒店 四位把你们问题的锐度 再尖一些 天生我有 你喜欢咖啡 你喜欢咖啡的原因是什么 没什么原因 就是感觉好喝 我告诉你 很文艺 我告诉你 极为清晰的回答了你的问题 其实什么都没说的风格 完全符合文艺男青年的特点 我问个问题啊 虽然我现在的那个会所还没运营 但是我们在杭州市中心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所有项目在的那个就是销售展示中心 就是说我们非常正式的这种接待啊 这种在这种后台去做 我们肯定要面对客户了 不可能完全是在厨房里来一个标准的 这就是柜台啊 对 这是柜台 因为你很专业 客户在这呢嘛 你们隔着柜台 他们这么面对面 所以大家也能看到你 你的工作方法是什么样的 表情 就是这样的 还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表情 那可能我在喝着咖啡的时候就突然问你 杜先生您不笑的 你没动我啊 他肯定会让大家觉得他在这里工作很不开心了 但是也有一点有可能什么呢 爱珍 就你知道买房子人啊 一去你那儿都被捧惯了 你们都哄着他们玩 这会儿突然有一个人刺激他 让他不舒服 让他知道自己是谁 让他知道别以为你有钱我就要给你笑脸 也许他能够清醒地意识到 哎 这个世界是多元的 王刚 问最后一个问题 我很关心啊 真的很关心 就你做咖啡的话 你比较看重的是 最看重的是什么 做出来的味道 还是 要有 要有气氛 或者是 你有创新 心意就行 味道 你最看重什么 就咖啡本身的味道 对 你认为自己是咖啡师 那你觉得一个咖啡师和一个酒吧的 就是调制咖啡的一个酒吧员有什么区别 作为一个吧员的话 可能只操作机器 它不会对公司给提供的豆子 这个 还有这种器具去挑 如果说你作为咖啡师的话 从源头你开始抓起 有时候这个豆子产区 烘焙深度 然后抹粉粗细度 机器是什么样 水温怎么样 压力怎么样 你都会去挑 那么在所有的咖啡 这个制作过程中 你是更喜欢做经典咖啡 还是说你也很想去做一些创意咖啡 花式咖啡 我比较喜欢做一些经典的传统咖啡 好 好 四位 选择吧 你们决定让小杜继续 还是离开 选择 隐风 看到了强有力的对手吗 来自暴风影音的王刚 最后两家留下来的是暴风影音 咖啡之意 谈前不上感情 先说几位 王刚 咖啡师 其实你刚才已经谈到你心目中的价位了 就以我的观点来看的话 因为我不太 真的是不太知道 你这个 你自己所做的咖啡的这样一个价值 到底怎么样 给我们的这个味道啊 你不是讲究味道吗 味道啊 你的创新啊 你这方面不是太清楚了 所以从价格上来讲的话 我只能说四千到五千 是我们能够可以给出的价格 好 我顺便再补充一句 其实它不太适合到一个大公司 去做一个很多团队里面的 很多成员的团队里面的一份子 第一 第二 它也不愿意去管别人 我怀疑它可能都不愿意被别人管 第三 它也不认为咖啡有什么文化 有多么那个什么理想 它就是做好咖啡 就它特别适合一个人 就在像我们这样的公司里面 给我们的员工做好咖啡 实现公司的价值 因为当冲泡的咖啡 不能留住员工的时候 我希望它能帮助我们 好 王刚现在说的有点靠谱了 真的有点靠谱了 宁峰 咖啡师 然后我们的咖啡师 可能会给你更多的空间 其实我觉得王刚作为 就是一个酒吧的八员 调制咖啡的一个工作人员 出的这个价格已经很客气了 因为我给你的是一个真正的咖啡师的职位 所以从5000起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我相信未来你所创造的价值还不止它呢 还有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去您那工作了 我的机器是不是能拉过去 可以啊 你愿意带没问题 我们那机器也很好 还有问题吗 没了 我建议我有一个建议 我建议王刚你再多处点 他也可以把机器拉到你们那去 你省三万块钱 带机器啊 对 你可以重新考虑一下薪资 真的是这样 王刚带机器 我带机器求值哈 对 三万的机器 你那多少钱的机器 不止吧 你那个 咖啡机两万多 然后三个豆仓 两个摩托机 三万多呀 那就是加不加 加 加吗 六千 六千 好 小杜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 去做一个公司 唯一的咖啡师呢 还是做专门企业的咖啡师呢 你的选择是 暴风影音 还是咖啡之意 还是选择谢谢再见 15秒 我选择咖啡之意 在咖啡之意 你跟包括影音之间 选择咖啡之意 最重要的人是 专业的 包括我们毕竟是不放心的 咖啡之意也咖啡嘛 这也不一样